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成立距今已经有31年的历史了 最近国家决定在珠海的横琴再打造一个特区 成为特区中的特区 那么到底特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画面了解一下 2009年8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展规划 珠海特区中的横琴岛成为特区之中又一特区 将珠海和澳门再次联系到了一起 珠海是中国五个经历特区之一 位于广东省南部 设有八个国家一位口岸 是紧随于深圳的中国第二大口岸城市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 从面积29.7平方公里 与珠海陆地相连 横琴新区被珠海澳门带来怎样的影响 特区中的特区如何诞生 特在何处 珠海和澳门将为我们共同讲述其中的故事 好 今天的对话城市分别是珠海和澳门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横琴新区的开发和发展 有请两个城市代表上场 他们分别是珠海市副市长王庆利 以及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政府发言人谭俊荣 我们掌声有请两位 欢迎 首先要问一下王市长 横琴新区 当时建立的这个缘起和初衷是什么 为什么要在特区当中再打造一个特区 我想中央决定开发横琴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的原委 第一个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 我想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国两制 这个模式运作了二十多年之后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它丰富和完善这个模式 第二个问题就是粤港澳合作 我们的粤澳合作 粤港合作 框架协议签了 那么粤港澳合作应该走出一个什么样的路子出来 第二个层面可以从广东省来考虑 那么如何促使珠江口西岸地区发展 甚至借助西岸地区的一个支点 去做出一个通道效应和产业的溢出效应 这是要考虑一个问题 第三个层面就是从珠海的角度考虑 历经三十年发展 而历之年再出发 路在何方 它需要一个发动机 需要一个引擎 那么珠海也迫切希望 恒奇能够单此重任 在恒奇新区最初的建立过程当中 澳门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做了哪些努力和工作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澳门是主要以这个博彩旅游 为我们的龙头产业 可是国家呢 这个看到 如果澳门只是发展这个龙头产业 这个博彩 还有呢 这个旅游 如果发生一些事情的话 我们可能 这个经济会整个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说呢 不能是单单依靠这个龙头产业 所以说 国家也希望我们可以发展其他的产业 那么发展其他产业 怎么去发展呢 我相信呢 这个恒奇将来 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空间 让我们的这些企业到那边去发展 对 明白了 就是恒奇新区的开发和建设 其实也是为澳门这个经济的多元发展 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没错 那好 再问一下王市长 既然说是特区中的特区 它的特都体现在什么地方 一个呢 是位置特殊 地理位置 对 就是恒奇现在所处的位置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都看到 这里我没看到 有这个地图画面 它和这个澳门呢 是一一带水 隔阂相望 对 陆地相接 所以说 所以说又加上血脉相亲等等 很便于和澳门的这种各方面的对接和交流 如果第二个特殊的话呢 那就是它的政策比较特殊 有一些政策是国家第一次单独赋予恒情的 因此是这个政策的层位是比较高的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目标和使命 就是想通过呢 恒奇的开发 促使粤港澳更加紧密的合作 如果说第四个层面 说目标比较特殊 恒奇呢 它首先是个经济开发区 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一般以上的经济开发区 如果说再加上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的话呢 不论是从法律制度啊 社会管理模式啊 等等人才文化的交流等各方面 如果把这些因素融合起来的话呢 那么恒奇很有可能就形成了叫 一国两制三地的概念 这样我们台下还请到一位嘉宾 恒奇新区管委会的主任牛静 我们掌声欢迎他 关于恒奇新区的特 特在什么地方 我们请牛主任呢 帮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他的特殊 好比说政策方面啊 享受特区立法权 这个呢 最主要是要使恒奇在今后的改革创新 先行先事 这个时候呢 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法治的保障 那地方 还有就是更加特殊的 这个金融创新的政策 能够在恒奇设立和引进这个信托机构 开展多币种的产业基金 和这个实行这个多币种的土地信托的试点 还有就是更加这个开放的产业信息化政策 允许在恒奇开展这个服务业的外包 那么同时呢 更加优惠的一些税收政策 好比说在恒奇 这个符合恒奇产业发展的企业 能够享受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来交纳 同时这个港澳人士在恒奇工作 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的 跟内地的这个税负差 由政府来实行补贴 那么在最关键的一个优惠政策呢 就是在恒奇实行这个通关的便利和口岸的分线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跟澳门连接的口岸实现一线管理 我们跟恒奇岛跟珠海其他区域连接的这个通道 实现二线管理 那么整个恒奇岛处在一个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特殊的管理区 这样我再问几个细节啊 比如说通关政策的优惠 那么会比现在比如从香港澳门啊 输入闸口还要更方便很多吗 这个对于港澳人士来说 今后这个一线的这个口岸的管理 一个是通关时间会长 一个呢这个会非常的便利 通关时间长 会24小时通关吗 我们是按照这样来做制度设计 还有呢就是澳门的这个单排车可以自由进出恒奇 只在恒奇这个行驶 这也是一个制度上的安排 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方案的设计 还有一个就是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交难 也一个优惠政策 就是指的是港澳的港澳居民 在恒奇工作或者是那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补贴方式或者说是减免方式 作为他们个人来说劳动者个人啊这个港澳居民的劳动者个人来说 他们在恒奇工作跟在香港或者澳门工作 他所交付的个人所得税是一样的 问一下谭主任就听了牛主任介绍这些对于恒奇的优惠政策 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您觉得怎么样能给澳门带来什么样的实惠 这个通关便利 这个通关便利是非常重要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澳门很多居民 每天都是来往两地 对吧 这个珠海呀 恒奇 还有澳门之间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通关呢 这个也是比较繁杂 我们希望呢可以 由我们两地的政府 共同的去争取 有一些这个政策的落实 那么除了这个通关便利 一些这财务的 一些优惠的政策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目前呢 国务院这个批股出台以后呢 我发觉呢 对咱们港澳的企业 还有我们这个港澳的一些居民到恒奇去工作 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力 这几个加起来 我觉得这些优惠政策是非常重要 好 谢谢他 这样我们一直在说恒奇 那么现在正在建设当中的恒奇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来我们看一个画面 恒奇的对面就是繁华时尚 高楼林立的澳门 但是如果站在澳门 看恒奇岛 这里还是一个风景秀丽 充满绿色的世界 岛上秋陵 水体 滩涂交错 海洋 森林 湿地 三大生态系统保存往好 在恒奇岛周围的海面上 豪庄随处可见 恒奇岛 凭借肉肥未美的特点 成为了恒奇岛的一张特色文件 随着恒奇新区成立 恒奇岛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规划设计这座青松小岛 怎样使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和谐发展 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摆在了城市规划者名 恒奇 恒奇真的很漂亮 我问一下王市长 那么现在开发之后肯定或多或少会对环境有一些影响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怎么处理 环境保护对于恒奇来说是一条红线 我们虽然现在开发建设的规模在加大 大家如果现在到恒奇上可以说是一片大公地 但是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是可以说 所有参与建设的各方是不能碰的 还有一些呢 就是现在来到恒奇去还可以吃到恒奇好 大家都知道恒奇好还是有个美称叫环保卫视 我想恒奇的总体生态环境是可以信赖的 这也请大家放心 好 我再问一下牛镜主任 听说在恒奇的开发过程当中 有些用地是非常严格的 有一个比例限制 这方面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 这个保证恒奇的这个环境 不受到今后开发的破坏 主要是从规划上面来把握 在整个恒奇规划当中 106平方公里土地里面 设置的这个进建区和线建区 就有70多平方公里 74% 就是占了74% 适合于建设的这个区域只有28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到2020年 按照国家的这个规划 我们的这个恒奇的开发强度只有26.3% 大部分的山体 湿地 红树林 都要保护 所以我们在建设过程中 首先是按照这个生态优先 规划先行 以这个高质量的规划 高气垫的规划 来指导我们的开发 所以我们把山体 湿地 红树林 都在规划当中 把它作为保护区 进建区 把它保护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规划 在这打造一个非常好的湿地公园 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海洋修复的一个区域 来保护这个非常珍贵 非常稀缺的这个湿地资源 为今后的候鸟提供很好的一个 栖息的一个场所 横琴的生蚝很有名啊 那到时候还能吃到那么新鲜的生蚝吗 对 横琴蚝是我们横琴的一个绿色品牌 也是广东省的绿色农产品 我们横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 虽然对这个横琴蚝的养殖的面积 应该说是缩小了很多 但是我们不会破坏这个品牌 我们会保留一定的区域 让它在横琴保留下去 这个品牌还要延续下去 还要把这个蚝文化 把它进一步地把它开发出来 让大家上了横琴岛 能够享受横琴的繁华 享受横琴的环保 同时也能享受横琴的美食 横琴岛是一座绿色生态小岛 岛上有居民六千多人 随着开发建设的推进 横琴岛的原始风貌 以及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横琴开发遇到了哪些问题 岛民搬迁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 岛民权益如何维护 安置这些横琴岛上的 这些当地居民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 刚刚实施搬迁之前 和这个过程中 是有一个非常痛苦的 一个说服解释 一个阶段 这是非常艰难的阶段 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 当时他并不是很了解 横琴新区开发的 重要的使命 以及达到的目标和高度 他们总认为 是不是又是一轮的 一般的一种开发过程 所以他们当时有很大的阻力 那么我们就不断地去进村入户 每一户每一户地去做工作 告诉他们 这次横琴的开发是中央的决策 是国家的战略 是为了跟澳门合作 在这进行新区的建设 是一定能做好的 不断地去说服 同时我们在搬迁的政策方面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 也多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好比说我们给他新安置的 回钱房的位置 就是由我们村民自己选 选的岛上最好的一块土地 就是在我们横琴岛 澳门大学新校区的 一路之隔的旁边 同时我们在设计新家园的 工作当中 我们也是请了 我们国家的设计大师 也就是我们中国馆的设计大师 何敬堂院士 来帮我们设计的新家园的 制博会的中国馆的设计大师 这个设计大师同时也是我们澳门大学 新校区的设计大师 正是因为 请了这个大师 他能够使得在一路之隔的两个大型的建筑 能够形成南越的风格 海岛的风情 这种一体的设计 所以现在建设非常地顺利 九栋建筑都封顶了 我们争取在明年年初 春节前 就要使第一批的村民能够搬进新居 太好了 谢谢您 谢谢牛主任 谢谢 今天台下还请到一位嘉宾 来自济南大学的教授 冯邦彦 我们欢迎他 冯教授 欢迎您 您作为一个学者 是如何看待横琴新居的开发 您怎么看 就是横琴新居的开发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到现在 大体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 在这二十年里面 广东方面 珠海方面 包括澳门方面 提出了很多的模式 它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来概括的话 它试图 试图 创新一种 类似于港澳自由港的 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 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 那个 这个框架之下 创造一个 横琴新居 现在是国家第三个国家级的 开放新居 它的制度的安排 超过了 所有的特区 和前两个国家的开放区 那么在这一点上 它可能在中国改革三十年之后 新一轮的历史环境下 改革开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它可以起一个引领的作用 它的制度安排比珠海特区更开放 改革的深度更高 那个横琴开发 具有一个进一步试探 粤港澳合作 区域合作 如何在新的形式下 探索一个新模式的这么一个 创新的安排 所以从这两点来看 横琴开发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好 谢谢 谢谢横教授 谢谢 刚才几位嘉宾一直都提到 澳门大学新校址在横琴的建立 而且像牛主任所讲是一岛两制 所以我们要马上聊一聊 澳门大学的新校址建设 咱们这样 先来看一段画面 看看澳门大学新校址的建设 澳门大学位于澳门荡载岛的小山上 占地面积约54000平方米 是澳门的第一所现代化的大学 受其地理位置的影响 澳大校园现已明显拥挤 学校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2009年6月27日 全国人大通过了 澳大在横琴岛建立新校区的议案 澳大迎来了其扩展的新纪元 横琴澳大新校区占地一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 比现有校园大约20倍 新校区建成后 澳门大学将整体由澳门搬迁到横琴岛 与横琴新区中的其他建筑不同 澳门大学新校区用地 由珠海出界给澳门 由澳门政府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管理 是横琴岛上唯一不受珠海管辖的地域 这种管理模式史无前例 澳大要如何建设这个独特的校区 澳门大学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 新澳大工地前方的倒计直排 正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崭新的故事 好 咱们先问一下王市长 您是怎么样看待澳门大学新校区建立在横琴岛上 澳门大学是澳门的高校当中的No.1 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 师资力量雄厚 管理方式先进 现在珠海有十所高校 到目前为止有11万7千名在校大学生 对珠海来讲 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 积极于境外和国外的高校进行合作办学 优质资源上共享互助 所以说应该说澳门大学进入横琴之后 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 对于提升整个珠海高等教育的水平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为珠海和澳门乃至周边地区 提供更多适用的先进人才 应该说都是将会发生非常大的作用 好 谭主任 在澳门大学新职 在横琴岛上的建立过程当中 咱们澳门做了哪些的支持工作 广东省的领导 跟我们澳门特政府的领导 对澳门大学这个建设都是非常支持 以后澳门大学 它建设以后 除了培训我们澳门的学职以外 也会给广东省一些大专的学生 给他们提供掌学金 给他们提供一些优惠 让他们可以考进澳门大学 或者我们澳门其他的工地学校去 这个也可以体现我们之前的一些合作 好 台下还有一个嘉宾们 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 他就是来自澳门大学的校长 赵伟先生 我们欢迎他 赵校长 你怎么看澳门大学新校职 在横琴的建立 这件事情呢 不但是一国两制的 这个突破扩展 不但是祖国改革开放的 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支点 我觉得对中国的高等教育 对澳门高等教育史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 这个一导两制的管理模式 您怎么看 这个一导两制的管理模式 从横琴角度 我觉得刚才各位嘉宾讲了 提供了 因为就像刚才王市长讲的 我们进行各种探索 那你探索就有各种办法的探索 所以一导两制是探索方法之一 那么就澳门大学来说 我觉得叫一所大学在横琴岛上 利用境外的制度 利用我们制度上的灵活性 利用我们国际化的体系 来尝试的是否能够打造成 一所一流大学 这个本身对中国高等教育 甚至对世界高等教育 就有深远意义了 现在澳大新校 只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还有多久就可以交付使用了 我们期望着在2012年12月20日 校园应该能够完工 然后交付给澳门大学使用 所以我们希望在2013年 秋季开学的时候 能正式在新校园上课 正式投入使用之后 在澳大里面 您说肯定会有一些 包括课程设置 这个理念的改变 都有一些调整 会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比如说世界上一些很知名的大学 像耶鲁大学 剑桥大学 他们在对学生的管理和生活方面 用了一教住宿书院的制度 应该说300到400个学生 住在一起 吃在一起 通俗地讲玩在一起 通过不同专业 不同学科 不同年龄 不同年级 甚至来自于不同区域的学生 混杂在这样子上做 就可以弥补 单纯专业教育上的不足 使学生在沟通上 领导才能上 互相理解上 甚至在交往上 有一个飞跃 这个经验呢 在其他地方 应该说在其他好的大学里面 尝试得非常成功 在亚洲呢 澳门大学 在恒情性要去建好以后 将是亚洲第一所 完全实现 住宿书院制的大学 好 这样 赵校长在座 几位同学 你们对澳门大学 在恒情新区的建立 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现场问他 他有问必答 哪位想提问 你好 赵伟校长 我是来自澳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专业研究生 因为搬到了新校区之后 会有更多的资源 无论是师资 还是说硬件设备上 我想说对研究生 这个层面来说 会有哪一些的好处吧 可以 谢谢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澳门大学在科技研究方面 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我们提出了澳门大学 想增设两个新的学院 一个是设计学院 就专门学习怎么设计 比如说产品设计 这个景观设计 装潢设计 广告设计等等 这是跟文化创意 直接有关的一个专业 另外就是我们将成立 健康科学学院 那这方面就包括生命 健康 医学研究中药 西药 研究最基本的生命等等 这方面的学院 这些学院呢 我想都将极大的加强 我们澳门大学的科研实力 同时呢 也能归澳门的产业多元化 和为恒勤的开发 做出自己的贡献 另外一方面呢 在数量上来讲 澳门大学现在 有大概不到2000名研究生 那么我们到了恒勤以后呢 在研究生的数量上 将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幅 那么将会增加到 3000名研究生左右 还有哪位同学想提问 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门大学 法学院研一的新生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在搬迁到恒勤讨过后 我们澳门大学会对内陆的学生 提供哪些优惠政策 具体的会是哪些方面 会不会让更多的同学 就内陆的学生 能够有机会来感受 澳门大学这种国际化的教学模式 还有这种多元化的学校氛围 谢谢 这问题问得很好 澳门大学 我们自己定位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 换句话说 我们是非常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 那么我们搬到恒勤岛以后 将由现在的7000多名学生 扩展到1万名学生 在这扩展中 我想我们将等比例的 增多增收一些内地的学生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想指出的是 其实我们身在珠海 身在广东 那么应该说我们对珠海和广东的学生 应该有些特殊优惠的政策 刚才谭主任已经讲到了 特区政府也非常愿意 能够给广东的学生 比如提出特水奖学金 澳门大学 实际上我们从两年前开始 对广东的学生和珠海的学生 就已经有特殊的政策 我们给广东的同学是加分 给珠海的学生再加分 就说明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更欢迎来自祖国大陆的学生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欢迎 来自广东珠海的学生 好谢谢 谢谢赵校长 校长好 我是澳门大学社会人文学院的大一新生 因为我肯定会到时候进入澳门大学新校区 来学习和生活 那我是如何往返于新校区和澳门的路荡城这方面 然后是否还需要通关或者是其他的手续呢 澳门大学新校区在横勤 现在如果您到现在新校区去 要经过莲华桥口岸经过通关才能进去 但当建成以后 澳门大学横勤新校区实行相对的封闭管理 我们同时已经正在造一条海底隧道 您可以步行 还可以骑自行车摩托车 从澳门的路淡地区直接进入澳门横勤新校区 没有边检 没有查证 什么都没有 好谢谢 这样 我们要再问一下冯教授 关于澳大在横勤新区的建立 以及这个一导两制的管理模式 这个您怎么看 在横勤的106平方公里里面 居然有1.0926平方公里 出乎我们学者的研究的意料之外 由人大正式原则通过 租给澳门一定期限 用来办澳门的新校 那么这么一来 澳门新校区就产生了一个 就是在大陆 在珠海的管辖区内 是一个澳门的地区 是澳门的实施澳门的法律 的这么一个制度 尽管是面积不大 因此它作为一国两制 一岛两制在体制创新 体制探索方面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觉得它将来碰到的所有的问题 在经济上 政治上 法律上碰到的问题 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 产生一种借鉴的意义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对中国的教育 如果澳门大学在横勤 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能够它的 它将来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过程中 它的成功经验 无论是成功经验 还是可能的失败教训 对我们中国大陆高校的 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想一定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谢谢 好 谢谢冯教授 谢谢 半天横勤一直在响 那以后的横勤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现在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用新的科技手段 可以让大家先赌为快 来 看一下 随着横勤总体发展规划 不断推进 10到15年之后 横勤将会成为连同港澳区域共建的开放岛 经济繁荣 一居一夜的活力岛 知识密集 信息发达的智能岛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生态岛 横勤的明天 也将如夜空中的烟花一般 璀璨夺目 很漂亮啊 市长 贾以时一定会是这样一个景象 硬件是没问题了 但到时候我们在管理这个新区的时候 在管理上在制度上 我们还要做哪些准备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如果是硬件上了 软件跟不上 那就将是重大缺陷 我们所有的想法 梦想和追求啊 可能都是因为软件上的不足 而这个流于形势了 我们专门成为了横勤开发领导小组 整合全市的力量 这个来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 我们是相当一部分市役地的行政管理权限 直接受给横勤新区管理会 目前为止已经下放了79项 再有一个呢 就是很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推进这个横勤新区管理条例 有望在年底之前 这个条例能够出台 谭主任我要问一下您 澳门呢有很成熟的 丰富的城市管理经验 那这方面呢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让横勤借鉴 或者运用到横勤新区上面 我们有一点经验 可是呢 现在呢我们也看到 广东省 特别是珠海 特别是横勤的发展 非常的迅速 我们倒过来要跟横勤 要跟珠海 跟广东省去学习 这个是真的 因为的确看到 大家都是非常用功 用心在做 一起去推 我们已经成立一个 专责的小组 去对这个横勤的开发 还有这个产业园的 一些刷新政策的 一些措施 已经在有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呢 是行政法务司的司长 亲自来抓 我们也在做 有关的这个珠澳 特别是横勤方面的 一个产业的协同发展的规划 其实呢 整个规划呢 我们就一个目的 就是说要把这个珠海 还有横勤打造 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具活力的一个城市 还有呢 最具有这个 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好 牛主任 我要问您 您作为这个新区的 直接领导 您对以后 您的管理工作 会有哪些想法 就是说穿了 就是这个 体制机制的创新 能够要打造成一个 小政府大社会 跟港澳 自由港 这种机制相匹配 让越港澳的人士 在横勤 感觉到 跟港澳差别不大 新区是 小政府大社会 这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呢 像我们这个 冯新新区国安委会的 这个设置 从它的这个 行政的架构的 这个设置上 就体现出 跟这个一般的 政府的 这个行政机构的设置 是有差异的 像我们设置 财经事务局 不叫一般的财政局 一般的 这个管委会也好 一般的这个 行政区也好 都是叫财政局 我们叫这个财经事务局 我们既管财 还有有金融 它是一个 大布置的这么一个安排 特别是我们还设置了一个 警务与综合 这个执法局 就是把 涉及到 这个维稳 涉及到这个 公安 涉及到这个 城市执法 综合管理 我们都纳入到一个 这个行政部门 跟澳门这个 这些 这些行政的 这个架构呢 有一个对应 虽然还不见得是 一一对应 但是呢 也在尝试的 在这个机构设置上 是对应的 当然我们 接下来我们还会在 下一步的 这个探索当中 进一步的 去发挥 这个政府的 这个作用 好 冯教授 刚才听完牛主任 这么解释 这种政府机构的 一个改名和一个 本身知能的 一个改变的 这种设立方式 你有什么想法 我非常赞成 就是 恒情整个 制度设计 它有点 类似于 港澳的自由港 自由港的 这种制度 那么从香港 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 香港自由港的 这种政府的 管理制度呢 它基本的模式 就是小政府 大社会 比如说 它的财政 它的财政 是审慎的 理财政策 它是 那个低税制 低税制 开支的增长 不能够超过 经济的增长 收支之间 要讲究平衡 那个财政 它的金融 是要高度 开放的金融体制 它的企业管理制度 自由港的模式 它都有一套的 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一套 这样的管理制度呢 我们可以借鉴 所以可以参考它这种 结合我们的优势 刚才刘主任都讲了 探索出 恒情的 这种管理模式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第一步 恒情管委会 这种机构解 改革等等的 整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好 谢谢冯教授 谢谢您 谢谢 而问一下 谭主任 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祝福 给恒情 我相信未来 不用花 这个十年 我相信 这个恒情肯定会发展 成为这个特区中的特区 而且呢 可以说是我们 除了这个港澳 深圳以外 这个恒情是一个新的民族 这个也是对恒情人民的 衷心祝福 新的明珠 好 谢谢谭主任 谢谢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请王市长呢 对未来的恒情 说几句 你祝福的寄语吧 恒情担负着 非常特殊的使命 所以恒情从概念 到现实 从理论到行动 从规划到现实的 一栋栋楼 一辆辆车 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啊 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但是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希望大家 能够允许有关各方啊 假以时日 让它去解决 我也有感受啊 就是恒情 是成就梦想的地方 是书写奇迹的地方 最后呢 发个广告语 恒情欢迎你 好 好 好 谢谢王市长 谢谢 我相信呢 随着恒情新区政策的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落实 包括工程的逐步完工 恒情新区呢 将会成为内陆和港澳之间的一座桥梁 也会成为珠海和澳门之间的一座桥梁 它沟通的呢 不仅是两个城市 也是两种制度 我们中心的祝愿 恒情的明天会更美好 好 感谢现场嘉宾 谢谢现场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看这期 陈树一对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